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很多複雜的因素 因為我出身在那個時代 我是19300年出世 我是從日本出世 我老婆是日本人 從八歲以後我才有回到台灣 我第一個面對就是人動的問題 起頭的時間就在留意 我的故事裡面 那件件特替 可以說是受到保護 那是城堡 整個都被他煩惱起來 包括我一個家族的 在那裡的省外的市區 外面的東西 很少可以干擾到我 我摔到剛才在高雄 是因為我一本縮小 我是會覺得我媽媽 對人是很體調 我哪有希望有一個保護 但是我爸爸 他也是很愛 相較安靜的省望 對他的父親的一種緬懷 或者是對他父親的一種多重的感覺 比方說尊敬也好 或者是對他父親的一種愛也好 其實裡頭也是對台灣過去的文化 或是歷史的一種尊重吧 因為他們的家族是跟著鄭成功過來的 所以他們的家族裡面 是有對台灣過去的歷史有一種特別的情感 或者說他們家其實 某一部分就印證了台灣的歷史 那他父親是在日政時期的時候第一代 你可以說是劉智的小留學生 然後又留學法國 是一個很勇敢去追求現代的這個理想性的人 可是我想劉更衣他自己在小的時候蠻叛逆的 因為他自己其實也是很辛苦 就是小的時候在東京出生 然後戰後再回到台灣 然後他的日籍的母親又很早就去世 其實他自己就經歷很多的變化 在戰後進入台灣的小學的時候 其實他的語言上面也是很難克服的 很難嗎 這是我 這是我 這是我爸爸 這是我弟弟 這是... 這是日本的... 日本的... 日本廚 日本的那間廚 我的印象在日本的... 就... 就不愉快的經驗就是 因為戰爭中 他在那邊看見 就差不多一二十歲 他在那邊看見 他在那邊看見 當然老師有提出一個問題出來 要問我 我... 實際上反應得不好 當然我答不出來了 他就... 他就... 他就撞到這個人說 啊... 你就是... 台灣人就是這樣 就是我... 那個時代我日本的 在日本居住那一段時間裡頭 從小... 經歷到的這一個經驗 好像... 他也是看我是台灣人 在台灣人 待會台灣 台灣人是看我是日本狗 這樣 他那個... 對... 對自己的關照 那個關照裡面一直要... 在那... 你跟他說是要... 要去表現說... 他是一個什麼人 還是說想要去探求說... 到底... 老警察是什麼樣的人 你要看那個堂裡面 有一種... 極重的... 人間風景 他有很多太太嘛 正在那邊 你要看他... 為太太裡面 有一種很安定 有一種很安逸 有一種... 很可以讓他嫁頭 有一種... 像那個... 純米吉港的... 那個... 那種... 那種... 但他自己的... 你要看裡面... 有很多那種... 衝突性 還是說... 不安定 像是修火山... 齁 那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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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是習慈主義者 所以他整個... 對... 頭到尾來... 是他的... 廢話語言本身的... 那個... 運力... 流動... 這個東西... 和他的食材裡面... 偏愛... 用紅啊... 土黃啊... 什麼這些東西... 我說... 這不是說... 很大的變動... 有兩個主題... 是他一直在回去的... 前一陣子是... 恆春的素材... 最近是這個... 西濱這一帶... 西濱這一帶一開始... 一開始是因為... 我娘就在台南... 那我們那時候有時候... 騎摩托要回去... 會走那個... 17號西濱公路... 那17號結束的時候... 要進入台南... 有一個景點... 就是一個餘溫... 然後上面... 有一棟那個老房子... 老房子... 旁邊有電線桿... 前面有木麻黃... 那這個餘溫... 因為工商社業的變化... 首先是... 餘溫被... 大馬路... 分成兩半... 接下來就是... 餘溫的範圍... 越來越縮越小... 這就引起它在... 視覺上... 跟那個... 心靈上的一個... 迴響... 其實我覺得它的... 大自然... 跟人文的那個層面... 是緊扣的... 有人描寫大門... 就完全大自然... 那它的是... 對於人文的思考... 對於人的處境... 這兩個是... 緊扣在一起... 他很不愛的土地... 很不愛的土地... 很不愛的土地... 在土地裡面... 因為土地差... 土地... 如果說你的... 生活... 或是那個... 工作空間裡面... 都沒有... 他做的味噌... 都沒有... 還在做家庫... 所屬的寬寬... 所以他一直找這個東西... 都回到... 他... 行程到他... 那種... 那種... 他就會扭起來... 他裡面很安靜... 很容易轉心... 但是... 那個追求之後... 也會覺得說... 你台灣的土地... 跟他的年代了... 重要的時機... 還是說那個... 都會回到台灣了... 所以... 去紐西蘭之後... 也沒辦法... 真的... 定金在紐西蘭... 也是要回到台灣了... 這個可以看到... 他的那個... 追求田園信... 裡面有... 某種情況的漂泊... 他就在... 我們第一次去紐西蘭的時候... 找到一個... 小... 很小的房子... 小木屋... 他就開始在做設計... 就把那個家具... 化成樹苗... 然後回來... 一兩年以後... 也有紀元找到... 一個朋友的工作室... 然後也有... 那個木頭... 那這個階段的家具... 有一個特色... 他就是去... 思考到一個... 筍的結構... 但是它是... 反傳統的應用... 因為它讓這個... 筍的結構... 外露... 不隱藏起來... 所以... 一方面是... 結構的基本... 一方面是造型... 視覺的焦點... 那包括我們現在... 餐桌椅這些... 還有他... 喜歡聽音樂人的... 音響喇叭... 還有歌手... 那些東西的... 那個架子... 就這樣完成了... 三十件左右... 劉耿一是... 很多面向的... 就是他... 可能在... 80年代末... 90年代初的時候... 他就出了一本書嘛... 雖然他自己說... 他的動筆是很痛苦的... 或者說... 很花時間的... 但他... 也很喜歡... 透過文筆來... 跟自己對話... 寫他對社會的觀測... 寫他自己... 小時候的故事... 或者是他的父親的罪意... 跟他的優化作品... 其實都是... 並行... 的東西... 當然... 外交來說... 不一定說... 必然說... 要投入... 這個社會運動... 尤其說... 你自己處於... 一種主緣... 外交... 尤其是... 作品... 面對面世... 但是... 你做一個... 小的人... 一個事情... 我也會想說... 你等一下這樣... 呼應一下... 有這樣的一個衝動... 因為我看過... 高雅的東西... 其中... 我... 印象很輕的是... 那有一張堂... 寫的是一個... 巫婆的聚會... 很愚蠢的一些民眾... 在那... 在那... 在聽他的講話... 至於父母... 對我... 的影響... 有得多... 對社會現狀的一種... 會寫... 也在那裡開始... 這一後開始... 就... 都... 都是嚇我... 沒有辦法再說... 像以前那樣... 一直在... 關注這個社會的傾向... 我是說... 我都... 沒有辦法再... 所以我喜歡... 跳出來... 怕我實際... 我自己... 現在現階段... 我的... 面對... 或是甚至於... 歡喜... 或是當英文醫師的事情... 我應該要... 傳歷史... 情緒... 是... 情緒... 情緒... 情緒...